歷經SARS到中共肺炎肆虐 台灣幾十年來被排除在世衛組織門外 今年各國支持台灣重返WHO的聲量大增 今年層級拉高 多個主要國家領袖公開發聲 最新進展28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國會又一度力挺台灣 他說已經親自告訴世衛秘書長譚德塞 此外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之前在國會點名 支持台灣參加世衛大會 副總理29日在國會重申立場 加拿大總理在WHO集合會 中華民國外交部歡迎與感謝日本與加拿大的支持 積極深化雙邊關係 這一次再次的感謝加拿大政府的高層 不管是對總理或是副總理 以及加拿大相關的官員 支持台灣有意的參與 這個WHO表達我們誠摯的感謝 我們也再次期待的與加拿大的政府跟人民 能夠深化雙方在各領域的一個合作 友好密切關係 外交部表示 台灣與日本有密切的合作與經貿關係 台灣是日本重要的夥伴跟珍貴友人 會積極深化民間與政府各領域的合作 新唐人亞太電視曾一豪持千里 張東旭 葉雲辱 台灣台北報導